大家好 这里是张杰 财经观察 今天我们再讲一个重大的法律问题和敏感的问题 就是说对于同居关系怎么去认定的事 而且你想这个认定是一个标志性的案件的判决 因为这个标志性案件大家都很关心 当年北大那个褒利案被虐待案 现在有了终审的判决 我们先看一下有关判决的报道 据《新京报》的报道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消息 7月25号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 牟林汉虐待刑事附带民事上诉一案公开宣判 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23年7月10日至17日 北京一中院不公开审理了 牟林汉虐待刑事附带民事上诉案 一中院审理认为上诉人 牟林汉虐待与其共同生活的同居女友 情节恶劣至被害人死亡 其行为构成虐待罪应与严惩 如果大家是学法律的 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虐待罪是有特殊的地方 虐待罪它是作为家庭成员之间 它才做虐待罪的 其他的这个事的话呢 它并不作为虐待罪的构成 所以这个家庭成员的话呢 它的同居女友是否算家庭成员 所以在这个案子郎中呢 同居女友算作家庭成员了 这个和我们以前的国家 公序良俗不一样 就是说你像以前呢 对这个同居啊 我们是不认可的 以前这种事呢 甚至前面还加一个叫非法同居 因为是什么 你没领证 你男女在一起 你领了证才叫合法的 你没领证呢 就叫非法同居 甚至加上这么一句话 因为在早期的时候 男女的有婚前性行为啊 那时候还有类似通奸罪的流氓罪啊 那给大家算流氓呢 那还不是说简单的事呢 现在呢 就现在可以大家注意到 同居很普遍 然后呢 同居他把它作为家庭成员来看了 但是这个事的话呢 到底是否合适呢 就有的上缺了 你要注意啊 在这个原来呢 我们婚姻法的规定是什么呢 你没领证的都是不承认你的婚姻 不承认你什么 但是呢 也有例外 就是什么 对于重婚罪 他把这个什么呢 共同生活 以夫妻名义生活 他作为重婚的一个理由啊 那重婚罪是可以判的 现在的话呢 你看这个虐待 非法同居 家庭成员 那么你就注意到啊 他现在这样去定了以后啊 就会让大家有个感觉是什么 你这个领证变得越来越没必要了 现在为什么你就知道 这个结婚很难 离婚很容易 离婚率好高 你像有些城市离婚率超过50% 那意味着什么 还有注意啊 你离婚超过50%实际上是好高的 因为好多人的话呢 他离完婚还在结婚呢 所以他离婚率超过50% 意味着离婚的数量 可能的话呢 就是大部分人都离过婚 是这么一个概念啊 你要这样的状态下 现在的那个家庭生活 怎么去认定的一件事了 让他的影响很深远 就是你对于这个同居的概念 现在越来越变成什么 和那个婚姻的区别很少了 同居变得越来越自由 那就变来什么 结婚越来越没有必要 你结了完婚以后呢 还有好多被限制 被控制的 而且甚至是什么 就是说你不为了生孩子的 都不结婚 而生孩子的 甚至有的是什么 你生了孩子 你也没必要结婚 为啥 尤其是那女的想要那孩子的时候 你生了孩子 你结了婚 有可能那孩子离婚的时候还抱走了 你现在呢 不结婚 你啥都管不着 对吧 所以这样的一个案件出来以后啊 对于同居关系的认定 我们还是很关注的 当然的话呢 对于这个同居里头发生的 对于这个案子呢 对于这个虐待啊 我们觉得呢 判的还是合理的 而且啊 实际上是这么讲 好些事后的话呢 我们就提提自古怎么办 对吧 其实好些事呢 在当初最开始的时候啊 大家觉得能找到一个虐待罪 给他定罪是很重要 为什么会有这个形式呢 因为中间对他的同居女友呢 有很多的恶劣的行为 实际上是引起了网上的一些公愤 引起了公愤以后 其实大家都想对他定个罪 但是实际上呢 发现好像找不到罪名 对吧 因为的话呢 你是自杀嘛 我这些事 你要是如果不是呢 就是其他的状态 其他的状态 你怎么去定啊 你像过去你定个流氓 好像也不太合适 对吧 对他这种精神控制干什么的 又有好多人说了 不能有口带罪 又如何如何 真正的话 古代会怎么样 其实我真倒告诉你 古代这事倒简单了 古代这事他偿命的 大家可能不知道 这古代的话 有些误杀都是要偿命的 这要赔命的 不是像现在说的那样 曾经原来我们做过一些吧 就讲那个红楼里头 如果大家注意一下啊 红楼里头 尤三姐的自杀 自杀完了以后 很多人按现在的观点看 觉得那没什么 你那个自杀了就自杀了呗 但是实际上呢 在过去是什么 等于是你柳香莲 乌其清白 认为他外头又不干净 对吧 然后呢 自杀了 自杀了以后 在古代是要赔命的 为什么要赔命 你可以注意一下 他那个叙书写得很清楚 最后贾真呢 隔绝抄家充军的罪 仅剩下了一条 就是私自掩埋了 刘三姐 包屁嘛 私自掩埋了刘三姐 他还不是他杀的 跟他还没关系 私自掩埋 对于这个功勋后代 就可以隔绝充军抄家 为什么他可以写在小说里 就会明白啊 在古代这些事是怎么处理的 在中国啊 其实现在好多啊 中国跟西方接轨的时候 和中国古代的这些价值观 都完全是两个概念了 中国古代的话呢 你要是这样的 跟那个女孩的话 这样子走 她不叫非法同居 她古代叫拐带 知道吧 等于相当你把人家姑娘拐走了 没经验父母同意拐带 然后呢 有各种威逼致死 一定是死刑 没什么好说的 这个事啊 就给大家讲一下 现在的变化 而现在呢 你要为了这事 弄了一个同居 判了他三年 但是呢 你这个同居怎么去认定 是否认定成家庭成员的话 其实他的法律后果啊 可以得要多方面的去考量 所以这个事呢 我们是主张要对嫌疑人呢 进行严惩的 暴力案的嫌疑人是该严惩的 但是呢 现在套到这个法律上的时候啊 到底对中国未来的社会 家庭有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也得考虑一下 虽然也是法学专家 需要研究的课题 今天只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大家思考一下 而过去的话呢 类似的怎么处理的 也告诉大家了 所以就明白这个事啊 中国现在的法治 其实和中国传统的思维 其实有多大的差别 谢谢观看 本期话题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再见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